6月27日 四川汶川县应急管理局发布 关于汶川县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情况通报 2023年6月27日凌晨 汶川县境内受无人区短时强降雨影响 绵丝镇板子沟 维州镇新桥沟两处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 目前已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900余人 经排查7名群众失联正在全力搜救中 灾害发生后 我县立即启动山洪泥石流应急预案 在绵丝镇向前村设立了前线指挥部应急交通水务 自然资源立即开展抢险救援 道路抢修 群众安置转移 灾情评估等工作 组织公安 消防 森警 电力等409人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后续信息将及时通报 目前汶川境内高速公路 国道213县317县畅通有序 里面提供 iyi 儿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